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 怎么感觉这罗贝基斯比骑马别克要高呢 而且要撞一些 又高又壮感觉 感觉俩人不是一个级别的人 对,但是我们在前一天称重的时候 骑马是二次称重才过 骑马一样的时候可能囤肉了 一个是这个,再一个就称重之后 很多选手在这一天一夜的时间里 可能有时候能长十几二十棒 确实是 所以我们单独从体型上看 确实是对手要比骑马连口 可能要大一个级别的感觉 这两位选手就谨慎多了 这才是第一个动作 对 骑马之前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 在力量感上不错 但是今天看着对手整个的肌肉 维度上来说 是不是在力量上要比骑马还要强 这个有时候选手的这个拳头的力量 我觉得还不能完全看他的肌肉维度 对,跟体型关系也不特别大 肌肉维度啊,它是一个绝对基础力量 但是这个拳头打出来是这种瞬间的爆发力 也是另外一件事 对,发力的动作 对,发力的动作 就是很关键的 你像很多拳击时代的那些重号手 比如说现在大家最熟悉的这个帕克奥 是 其实包括他本人 我在拉斯维加斯也见过才好过他 我觉得他的胸肌还没往后呢 肌肉维度并没有那么大 但是他那拳头都达成了 对,发力小级别的重号 对,发力非常好 而且这么多年的运动生理学的研究也已经表明了 当时肌肉维度过于粗的时候 基础力量在增大的同时 肌肉的发力速度在减慢 是,就是我们所说的姜 姜,姜,姜 对 好,肌肉频率高了起来了 巨马刚才一个后手得手了 其实巨马维克到现在为止没有特别正面的跟对手去 碰撞啊 对 我觉得 这个对手蓝方选手啊 进攻频率有点高了 对 但是呢,有效兴趣非常的低 出拳态度 马上转了抱腿 哦 这个意识很好啊 对 这个抱摔接高腿 我觉得这个距离感长得很不错 有一个抵扫 对 对手是后手开路在打前手啊 这种组合 好,低扫 看那个力量 哦,转身边锤 很快 整个帮欧中选手啊 对 对 刚刚其实巨马维克玩的时候也是后手开过啊 有个四季是长一转路啊 对 但是攻击距离确实长了 对 大轮摆啊 他真是别让他操作这种 就是让他不好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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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为止 时间过去了有三分钟啊 这个罗贝奇斯这个拳啊 还是有点过于大了 对 这种拳确实打着了很管用 可是打着的可能性不太大 所以像巨马维克这样的老将 看你这个跌跌看得很准的 对 对 他运动也大 幅度也大 另外他肩膀 肩膀 是 他想憋中拳把巨马维克尽快放倒了 但是往往这个击倒的事就是这样 你越想击倒越做不到 对 对 你看这个罗贝奇斯这两个肩膀 非常僵硬 你看 这个打着打着自己还抖抖肩 老端着他难受啊 对不对 你看巨马维克脚下这个移动啊 既有纵向前后的 也有横向左右迂回的 对 对 距离感到现在已经控制得不错 不错 巨马维克现在也是打得很紧实 没有太多动作 这首手 还是以前手为主 前手前腿 他是不着急 他在有机会 你看 这其实刚才已经有打防反的机会了 是 但是马维克还是比较谨慎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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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到底是什么可以吧 对 正东不正东 下去不下去 哇 漂亮啊 哎 很快啊 直接把对手就砸在地上 对 马上接地面砸拳接了一个 很快 这一回合啊 打破了太多拳 对 自己的体能是一个无谓的消耗 对 白白的浪费了 时间不多了 下潜作用不大呀 哎 最后的 这选手打了这么多比赛 怎么打还是这么实在呢 哎 你这话真说对 对吧 做法太实在了 无论是拳还是爆炸 因为你突然的这种改变了打法和节奏的话 对方很不适应 对 哎 这进入第二回合之后 对手也有点 动作也没那么多了 哈哈 这个 他必须得有足够的体能做支撑啊 第一回合小黄那么多 对 哇 这大家都练过都知道这感觉 这如果说 大十拳有九拳抡空了更难受 对 哇这拳子 他的拳头幅度确实太大了 而且角度是斜向的 斜向的 是上而下的砸牙 咱过去这个中央传统的散打里面 有的这个省队啊 带一路拳叫盖拳 有点像这个劲 盖拳 对 好漂亮 郡马平和这个防暴摔非常的漂亮 反应很快 对 对 其实刚才出来一个断头的机会 没啥 哎 你看 是滑了一下 还是被踹了一下 他想 他想自己下潜抱腿 结果 对 距离其实不太合适 对 有点蹲猛 没有掌控好距离 这一回合逐渐被俊马别克拿出的节奏了 对 这比赛一旦节奏被对手控制了 你就肯定越打越别扭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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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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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启脏够不成什么威胁 第一局的时候周老际周老师就说了像这种情况被打到也几确实很危险很危险但是对你率总很大 这个前手没错 快啊 抽腿出来的时候接力前手 我一直觉得像转身边锤这种前法 什么时候用 这对手比你实力弱太多 特别是在速度上 对 比你慢很多的人 你可以秀一下 要你其他动作铺垫的特别好 对对对 我们当时在比赛当时看到 有一个好几次的防爆摔能力 确实非常的强 很快 反应很快 你看 又一次 好 金马雷克的鼻子被打到了 刚才 确实像这种范围这种轮板 只要被扫到就是也很危险的危险 毕竟发力幅度那么大 又几次成功的防爆摔 这个是允许的 金马雷克刚刚这两拳 很轻轻的敲打对手的头部 好 就像这一拳 封许的 埃桑 准马雷克是不是要尝试一下 庄协克这个拳法上有点缺陷 你会发现他不会不上攻 好几次 都是平面的拳 对 这种力源的拳少了 对 如果是有上高权的话 赶快好主持 非常好 我觉得这个俩人体力啊 都是出了一些问题 对 挺明显的 刚才那有几个拳啊 也论的 也论的 也论的很大 路也很大 哎 踢到类似了 好 结束了 结束了 踢到类似了 内部还当过 我们看一下 等一会儿看一下外表没放 内队是当过 应该是内部吧 对 应该是内部 现在我们观察应该是内部 其实再 我们看一看 再来看一下 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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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 没问题 被脚尖扫到那一下 肝躯 肝躺 肝脏的位置 瞬间踏气 这用左脚的胡指的位置 正好是勾到对方的内部去了 对 这有点像脊椎空手道的那种 对 但是军马别克不是想那么华丽啊 但是正好位置打到那边 正好打到那边 肝脏的位置反应很快啊 这个胡指比鞭腿这个扫 这么平面一个脚 压层要大得多 对 他就像被针扎了一下一样 是 对 我们再看一下 好 我们的裁判 马上的终止了比赛啊 是 好 看来蓝方选手受到重击 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够起来 我们让他在这里稍时休息一下 希望他能够站起来 掌声鼓励他 掌声鼓励他 踏踏 是 OK Great Warrior 掌声再次送给他 蛮强的战士 本场比赛经过裁判的裁定 红方选手在第二回合 2分19秒KO获胜 And your winner Better Red Corner 有请颁奖嘉宾 湖南军天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尚同军先生 为胜者颁奖 Better Red Corner 出于ダッ Better Red Corne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